現在我就來教大家如何下載這個木馬程式 那首先我們先點選下載以後 那接著他就會自動問你說是否要下載 那我剛已經下載好了 所以說在這裡 那我們下載好以後點選這個程式 然後盡情安裝 他有很多個語言 那我們的語言是繁體中文 所以就點選繁體中文 然後按下確定 那接下來他就自行安裝 我們下載了 就算選擇了 然後我先進去 那我先進去 我們下載了 這次人的電話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 就算了 那個動作 我們下載了 好了 那他現在安裝好以後啊 他會問你說那個要不要建立備份那些 那看你們個人的選擇 那還有就是說他有那個輔導說明啊 跟那個閱讀指導之類的 那所以這個你們有空可以看看 那接下來他這個 我覺得他這個免費的反讀軟體做的還蠻完整的 那他還可以更新 或者說免疫之類的 那首先我們先點選更新以後啊 他這邊會有很多更新的版本 他我們點選下載以後 他就會自動的開始那個下載安裝 多謝 他也會哀嗨 好 謝謝 他突然之間 下载安装完以后 它就是会有一些 功能会有点变 那所以说 像你们如果说要扫描那些之类的话 那可以进行扫描 那现在就教导到这样 谢谢大家